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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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年那個時間 他們那邊 我剛才剛才就是 楊建宏先生這邊 他們有些消息給台灣的記者 不過台灣的記者說 我現在在那個邦告 沒什麼 那天那些消息都是有政經裡面的獨報 這就是網路的媒體 每天每天播出 那邊就是去參加國情之文 然後不然就是拓邀進到那個 那個白宮的國情之文裡面來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要跟大家說就是沒有錯 以前美國人跟台灣當作一個記憶 甚至當初的連惡之中的問題的時候 是把台灣是棄之不顧的 因為現在都要加想的是惡國 問題是現在他們的加想的 不再是惡國是 因為中國人影響力太大了 尤其是自從鄧小平之後 他們短短細細 我們真的不可以想看中國 因為中國這四十幾年來的 他們的經濟發展也好 然後他們各式各樣的發展也好 真的是其實是讓美國人 整個他們確實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你不得不承認他們真是厲害 就是鄧小平之後開放之後 那整個四十年當中 那整個讓中國從一個開放中國 可是看到現在他們已經很多 現在變成一個很強大的經濟體 可以跟美國抗人的時候 美國這個時候 美國這個時候才知道台灣的重要性 那台灣的重要性是怎麼時候開始 川普當總統之後 因為川普他跟大家講 我要重申把找回美國的價值 那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就是很重要這個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大家都要提 什麼台灣基本法 就是所謂的台灣關係 台灣關係雖然很重要 我來講 剛才蘇子余蘇教授說 現在要很簡單 用幾個字把台灣的地位 要怎麼講清楚 很簡單 我也要跟大家講 台灣說穿了就是美國的戰利品 因為我常常跟你們說 台灣是美國的主要戰利 他是我們的主要戰利國 那說得很煩 你跟我說台灣是美國的戰利品 我跟我們問一件事 台灣是美國的戰利品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美國會這麼三八 或這麼的好心說 今天我就跟他說 你就是我的 然後到最後就真的把台灣送給他們 不可能對不對 可是現在 所以中國也很聰明 中國現在用什麼方式 他也不要 他其實他每天說要打你打你 那是跟你騙的 不可能的事情 他要打你他自己先打 這是第一點 所以他用什麼方式 他先用買的比較快 對不對 你跟他說 獨家的書 書教的手工 那個全美國 或是不要講 現在全世界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 甚至它對他們的5G 華為的手機 通訊 或者是上假新聞 他們已經看到受不了了 可是只有台灣人都覺得不會 中國還不錯 尤其是我們的年輕人 對不對 你說像華為手機 你說他們都不能用 美国说 加拿大不能用 谁不应用 加拿大德国上多少对我们都不能用 可是你要去看那种台湾的门市 卖华为手机门市 大家都打台上用 所以这些整个讯息对美国来讲 他觉得哎呦 死了 我用没有了 我真的快来不及了 现在的台湾 他们觉得台湾很重要 那我也要跟你说 你想他们真的会打我们 我跟你讲这些很重要的事实好不好 因为每次 每次政经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仔细听 我要说全世界 三分之二的航线 包括船只 包括飞机也好 都要经过台湾海峡 所以我跟你说 你台湾如果躺在那边 都不要动的时候 金花来要自己打 美国一定会出手 这就是台湾重要地理位置 这样知道吗 好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为什么 我刚讲错了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没有错 可是台湾他们还欠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台湾基本法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中国最近一直说 实际上一直说 台湾要实施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什么 要实施他的 好 等一下 香港 他们是不是讲香港要给台香港 香港香港是不是有香港基本法 香港不是用中国宪法 对不对 所以香港为什么用香港基本法 因为当初香港根本不是他们的 是因为要变战争 对不对 后来他们割让 就是割让给英国 可是英国 英国虽然割让香港岛 可是因为其他地方是租界 新界是租界地 到99年初约起满 在1997年的时候 他其实他拥有那个岛没有用 所以就干脆就一起还给对方 对不对 可是他们有签了一个叫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 要知道所有的国际法都要有一个条约 叫做中英联合 他们弄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所以那时候就要求说 中国你对待香港 你要给香港基本法 对不对 一定要这样子 那我问你们大家 台湾什么时候是你中国的 有没有任何条约说台湾是中国的 没有对不对 所以他凭什么给你基本法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没有这样资格给你基本法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他现在一直跟你讲说 我要一国两次 可是如果 如果台湾的政治 所谓的台湾当局 你一直坚持那个中华民国 那四月子 你都不改的话 他就可以给你 这样子知道意思吗 因为 因为你的中华民国 跟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叫做一中 那叫做内战的延续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问题是台湾是不是你的 不是 我要来说 林志生最大的优点 他教了一个 带下一件事 叫做占领不宜专注权 你虽然当初我美国叫你 叫你中华民国 叫做占领把你管 可是你是降虑 降虑可不可以一转主权 不能一转主权 所以台湾的主权在谁手上 不对 美国 我再说一次 他是战胜国 然后你是他的战利品 所以要一国两制 我自己管 我们要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跟美国说 希望你给我一国两制 懂吗 一国两制之后会变成什么 一国一制 很简单 我们就变成美国 美国就是你的 所以刚刚提到波多黎各 其实波多黎各的前行跟我们很像 可是因为人家波多黎各是变成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 他们只是 就是他们的国防什么都是给他们管 所以我也一直跟大家说一句 那我开始也不用说我们在证明 那只要讲一件事情 可以跟你说 我要你给我基本法 这是你欠我的 你欠我的 因为中国不可能给我 因为中国没有条约 就像我们的条约 中国有签字吗 没有 中华美国有签字吗 没有 中华美国有签字吗 都没有 他们编准由台湾 没有嘛 那为什么 就像美台台湾清完之后到1979年的时候 美国跟中国签约了 他们成为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他成为成为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 可是他们却是用台湾把台湾变成了国内 台湾 台湾关心法变成台湾是美国国令法 你要靠清楚 就像美台湾只有写台澎金嘛 所以我上次有写过一篇文章说 如果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的话 我也可以讲 澎湖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啊 那他都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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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知道是实吗 所以一国两制要 如果说中华制要一国两制的话 可以在基本马祖可以实施 可是他可不可以实施在台湾 不可能 因为他没有台湾主权 台湾主权我说一次 我们台湾是谁说了算 就是美国说了算 所以为什么台湾旅行法也好 国防授权马也好 或是任何的东西也好 都必须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别说我要给你台湾旅行法 有什么信件在所有的所谓的 无论国民党的候选人也好 或者是民进党的候选人也好 或者是任何什么科威者要 他们全部都要去美国去面试 可是你们要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自从国民党讲出提出所谓的和平行议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朱立伦正确不是去美国对不对 你发现到我们每天都没有一个消息 你们知道朱立伦去做吗? 朱立伦是去美西 他不是在美东 可是美国的重要的地方叫做都在华府 所以谁能够进到华府里面去 谁能够进到国务院里面去 谁能够进到里面去 会变很重要的那才是重点 所以你看这一个过程 你就知道美国其实已经放弃 我这个国民党还签我自己说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 比台湾七十年来龙角使用模糊政策 他都用模糊政策 模糊政策讲一句好听的话叫做模糊政策 过去比较难的就是骗人政策 他会给你骗 你骗到台湾人都知道精神错乱 所以可是他现在会 因为他一直躲在后面 他一直躲在后面 所以如果说真的现在 如果真的2020年被国民党招的回家 他如果签和平协议 你们想谁会跳脚 你不会跳脚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人家就是民主机制 你们用选票投出来的 你们知道谁会跳脚 我告诉你 美国绝对会跳脚 美国这个老大哥 他一定要出现 他不可能 所以如果2020 让国民党赢了 他如果真的敢签和平协议 我也跟你说他赢 他自己打的而已 可是他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是他一定要调判 因为他受制于中国 习近平 习近平都他们已经乱金黄了 那知道意思吗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真的 我常常大家要反向思考一下 那个模糊政策 你让我说真的 他还要签和平协议 OK 正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美国就一定要出来 又不行 我是老大哥 你们谁敢跟我签和平协议 那你知道吗 你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这才是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继续 跟美国讲一件事情 好 再来 他为什么会支持小英 为什么会支持民进党 因为他如果支持民进党的话 小英就是一直维持 所谓的模糊政策 所谓的维持现状 懂吗 所以他只好 如果今天民进党赢了 他还可以继续骗下去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刚才我想说 让六千年一样 他说的也是一样 不要紧 但问题是 六千年被他们归类为 物质的台独分子 这句话 至少让我们自己心里 你们现在把 因为蔡英文是不是台独分子 不是 蔡英文头头 到底都没有讲过 要制造台独 她上来之后 让整个台湾的意识 整个都倒谷底了 可是这些事情 我跟你说 美国以前也很忧心 因为美国真的是 这一个老大哥真的是 他常常做那种 社后不已的事情 正好 你知道吗 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你是主要占 我是你的占利品 结果你是把我占利品 这样子跑来跑去 我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他占英文 他对这个事情 他又这样子讲好了 你当初让中国人来统治台湾 可是经过那几十年来 你应该要让台湾人去变成 让当初来的中国人 变成台湾才对 你不是 你像到现在为止 竟然让所有的台湾人 变成中国人 会觉得中国也不错 你去卸后 那他们现在知道 就这样子完蛋了 来不及了 你们知道今天有一个 大街园有一个新闻 就是委内瑞拉的事情 你们知道 委内瑞拉是美国的后门 对不对 然后美国的后门之后 这几年来 因为美国的那种政策 搞到整个东南美洲 都被 中美洲都被买光光了 那委内瑞拉最近不是在政变吗 然后那个 马杜罗他们要把 那个马杜罗掐走 美国虽然一直说 我们希望帮助 那个另外 另外叫什么名字 那个要政变那个 瓜伊多 瓜伊多 他们一直说 他们我们承认 有自己的国家 承认瓜伊多的 国外瓜伊多的正常性 可是你们会发现到 团战机场怎么要来 好像马杜罗没有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推导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现在为什么 因为中国给太多钱了 美国已经没到钱 在金钱方面 美国已经没在地 没在地 那你想想看 中美洲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更何况是台湾 所以台湾更不能失去 所以你没想到 他希望一定会想尽办法 要保住这个台湾 所以 拉金德的出现 就是 另一个至少 一个契机 然后我来说 刚刚杨夕宏讲一些话 你们要会听得懂 他刚刚讲说 北模跟台湾到最后 会走到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点 就是会有新的外交关系 那个外交关系就是 川普一直称呼你为台湾总统 川普一直称呼 通过所谓的台湾旅行法 所以说真的 我们要跟美国讲 其实我们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 真正台湾人民 才是跟你们 美国的第一次服务 怎么会是 会是现在的所谓的国民党人 所以我跟你说 国民党也好 民党也好 当初都他的所谓的 推理政权 都是他在一手策划的 可是我现在跟你讲 我不要跟美国讲说 我不要 我只要 究竟在民条约之下 或是台湾关系法之下 或是台湾关系法之下 请你落实台湾党军 我就不要中华民国 这是不是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就好了 要每次去那边也去买 三五五再去买买买买买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要怕他干嘛 错了 美国这个国家不骂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写文章 我你说台湾基本法 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人会跟我说 小老师拜托 你不要说美国 不过我应该 我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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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说 一件事 台湾第二次大战 我应该我也跟你说过 流球跟台湾同样都是被日子放弃的 对不对 那流球在1972年之前都还是美国 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地区 对不对 你们去查一下 军事占领下的流球 当初的总督也好 或他们的行政首长也好 都是由五角大厦军方任命的 为什么台湾同样是军事占领之下的一个产物 你让国民党过来 或是你让蒋介石过来也好 可是为什么台湾的事情 你却是让国务院来管 不对啊 因为国务院你去换美国 美国的国务院是处理外交事务 问题是台湾关系 台湾又是美国的国内法 所以这点 美国在玩国际法上面 是玩得非常理理尽致的 我跟你说 再接受下去 我跟你讲 我对RT是他妈的超级不爽的 尤其是死地一剪 每天都讲说我反对你台独 我刚刚就跟杨倩宏讲一句话 我说我跟你说 美国说反对台独 后面的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就是 台湾是我的啦 我说了算了 我就说你这台湾就是台湾 那你们自己在那办 所以我跟你说 很简单一件事情 赖青者上来 我们只要去一件事情 你先证明为台湾就好 对啊对他要啊 所以要再来 第一讲 因为赖青者已经被 列为所谓的台独分子 那既然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的啦 对 所以也不用关心 我跟你说 我们先就是台湾就对 对啊 还有再来 我跟你说 我们要基本法 我们不要讲我们要台湾 我们说 没有我们只要美国这个当局 给我们台湾当局 我不要 我不要那个上面东华民国 要给我基本法就好 那基本上就很简单 第一个赔审制 就是所有的制度 跟美国一样赔审制 第二个就是 把民国改成西元就好 对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 对啊民国就改西元 所有的台湾都叫台湾 对嘛 那就好了嘛 所以你如果说台湾 其实我跟你说 我们的总统还是说 好还是说 你所谓的所谓的 你找人也好 不要说什么 就是很简单 你就证明 架名由台湾开始 所有的机构都会在架上 好 你看到 如果今天要开工厂 你跟他说 拜托的你如果拿来就好 你跟他说 像东华游政 改成台湾游政 什么都变成台湾游 我跟你讲 很多事情只要美国说了就算 因为我们是他们 然后你每天要跟他耳提面命 只有我们台独分子 我们台湾人 才跟你现在的利益是相结合的 不然没关系 千和平先去签 我跟你说 你都很高的 你都走到叛叛叛叛 我跟你说 你真的让国民当党 你就出口了 OK 我不能让你 它意思是要让他丢 没啦 我这意思是要说 我这意思是想说 你爱自己 你如果说 我要去奔法 我还是要说你 我只要台湾就是台湾 我就是不要东华米国 这样就好了 OK 谢谢 我们很感谢邵老师 用差不多做国文经 和他的相關 讓大家了解 其實台灣的選舉已經很久時間 差不多應該有六七十年了 所以說選票真的是有時候是可以決定一切 決定就是說你本身是可以有權利 任意授權的政府 代表政府 還是代表當局做一些事情 所以最後決定起來是選票 這是台灣美主 美國可能已經說台灣 如果台灣人的選擇方向改變的話 美國也會影響 但是有時候知道 美國當然有時候掌握不住 不一定能掌握得住 在世界上看到很多地方 台灣比較特殊的說 不像委內人 不像其他國家 他已經是一個國家 台灣這個地方 當然中國是沒有權 擁有台灣 但是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台灣這名家 如果有一半以上都支持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危險 所以最近我看了一個訊息 其實美國很怕 美國很怕台灣 走向一個反美的一個環境 他透過媒體操作 如果引起反美的風潮的話 有時候在美國來想掌握不住 畢竟美國人在台灣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的思考 其實2020年這個選舉 其實影響台灣很大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太過以輕心 太過以掉以輕心 所以我們現在 還會留下半小時時間 等一下舞動 舞動完之後 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來對話一下 好 儘量稍微減少一點時間 是